好,那我們先到這個PRISE這個網站 您從右上角這邊直接可以做一個註冊動作 當然你想要跟你的Facebook帳號結合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那它目前這個帳號的部分呢 您可以看一下獎益的第三頁 這裡它有分幾個版本 我把它變大一點 有分幾個版本 就是第一個呢免費的版本 免費的版本呢 就是您現在一般的 直接註冊的時候是有100Mbps的空間 那你只能在線上編輯 你的簡報呢只能設為公開 那一般來說我們建議各位就是 您可以變成就是教育的免費版 因為教育免費版的話呢 可以有500Mbps空間 比較大一點 而且你可以設為私人或公開 這個比較重要 那等一下呢 如果您要升級成教育版的時候 它會寄封信箱到您的 寄封信到您的信箱 去做一個確認的動作 這個部分就沒辦法它要確認 而且您要用教育版有一個原則 一定要是EDU的 就是你的帳號一定是EDU的 點EDU點DW之類的 Gmail抱歉 不行 因為這樣他才知道說你是教育單位的人 所以這個是要留意一下 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先變成就是一般的 100Mbps空間就好了 所以您先註冊一下 來您看一下 那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Facebook的帳號 也可以也可以 那也是100Mbps 因為Facebook 除非你用的是EDU的帳號 如果Facebook是EDU帳號 應該 我沒有這樣試過 不過正常來講大部分是那個 那我們先跟各位稍微簡單 利用 我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利用這個時間 我跟您稍微簡單介紹 到底Place這樣做什麼 好不好 那還沒有註冊的 您利用這個時間先一起動作 好 我現在是 抱歉 這樣子 你就可以做了 好 那這個Place 比較不一樣 就在於說簡報的方法 簡報方法 平常大家應該都是 請問你用簡報只會想到一個嗎 要耗光的 但是微軟不是全世界 只是我們因為從小都用習慣了 所以你會覺得簡報好像就應該一張一張一張這樣 可是用這種方法去限制了很多你的 就是想法跟呈現的方式 所以Place它比較特別在於說 它有點類似新制度 像我給您看的就是在這邊 平常我自己的規劃都是像這樣子 我要做一個課程規劃或延期的規劃 我會把所有東西都先想好 不見得現在一張我可以分好多張 可是我這個東西也不會是一天就完成 因為沒有那麼多完整的時間 有時候你真正要坐下來要想一想不到 只有在開車或者是騎車有沒有 有些不小心的時候 突然想到一個零機一到 突然想到這個也可以搭配那個 那你回去的時候就可以再補充 當然你可以在你的那個 如果你有智慧型的或者平板的 你可以記在上面 反正回來之後我再整理起來 那我全部整理起來之後 我就可以像這樣去做歸納 把我要講的東西把它全部歸納出來 那我就不用擔心說 我延期的時候到底可以講些什麼東西 好 那Price就有點類似這樣的感覺 所以您進到這個上面之後呢 一般我們最常見的 除了維扎的他們 蘋果的 賈伯斯的 最喜歡用Keynote的 你看他的簡報都Keynote 另外當然像那個 OpenOffice或LibreOffice 也有叫Imprice 都一樣的 那這些的 這三種都是比較一樣的概念 就是簡報就是一張一張的 我們如果要突破這個呢 第一個當然 像我剛剛講的要申請帳號 那這裡呢 我就先給你看一下 那幾個港本 原則上如果你是付費版 就是你不是教育 沒有學校的E-mail的話 這個付費的 就跟我們教育免費的是一樣的 差不多 那只有在Pro版的時候 他才可以做所謂的 就是有另外安裝的 有那個軟體在桌面方的 也就是說你不用在雲端編輯啦 其他版本我們現在用的 都是在雲端上面直接做 那這個部分就不用 當然你做完還是要做一個上傳的動作 那就可以傳到你那個雲端上 好 就是傳到到網站上 那這個呢 是主要的一個改變 那麼最大的問題就在於 你怎麼樣從一般的帳號 升級成教育的免費的帳號 待會兒呢 你進去 有沒有都申請好了 他連Gmail給你都沒有對不對 但是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你不是真心的 蛤 你只是來玩一玩看一看 就是這個我 反正我不想用我的帳號啊 不是真心的 沒有關係 你要用一個關鍵式 好不好 叫做這個 因為其實各位 有沒有常在網路上註冊一些服務 很多網站不是都要註冊嗎 你都這麼乖 都用你常用的信箱喔 對啊 這樣子 你 收到垃圾的信也是應該的 哈哈哈哈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 不是真心的時候 麻煩你 找這個關鍵字好嗎 信箱也可以拋棄式 我大部分都用十分鐘的 有沒有 Mission impossible 那時候 講完任務就自動消費 因為很多 那個注射他不只要求你提供Mail 還要求你就 他會寄封信到那邊 有沒有 要按一下那個連結 那這個呢 就有那樣的功能 哈哈哈哈 就是 你連進去 比如說我連到這個網址 其實有很多啦 那個 這類服務很多 你只要會找關鍵字就好 好 我現在點過來了 那他就會馬上產生一個 虛擬的信箱給你 好有沒有看到有個信箱跑出來的 對不對 那 這個十分鐘有效 所以 如果他有記憶封信給你 在下面就會出現 你只要這網頁不要關掉 就會有效 那也有些拋棄式像是你可以指定時間 比如說我要一天兩天還是一個月 二十天 都可以 都有 那反正時間到就銷毀了 這樣子的話 對各位就沒有負擔 所以我說沒有真心 那個沒有關係 好不好 哈哈哈 你可以花心一點 多註冊 但是不要用真實身份 好不好 嘿 那你註冊好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到這邊 City裡面的Ac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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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先用我的這邊登錄好了 欸我可以切過來了嗎 可以的齁 這樣可能各位看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你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你的帳號對不對 齁 這個帳號這邊 有一個叫做 這裡 City很難看 點進去 那麼再往下走齁 你就會看到 往下走 它下面會有一個Upgrade 有沒有 那 你如果有成功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的 有沒有發現我是500MB 那我現在大概十幾個簡報 也才用到2%而已 還好啦 真的沒有很多齁 那你可以從這邊按Upgrade 它這邊就會告訴你說 欸你可以用 就是有幾個那個 付費的方法 把它點一下之後 好 我們現在預設就是第一個 你往下 很討厭齁 它希望你不要太多 所以它的在這裡 Titcher and Student 在這邊 所以你從這邊 那按下去之後 它就要求你 輸入那個學校的信箱 那它會寄一封Mail到那個信箱 你要點那個連結之後 你的帳號就升級了 這樣了解 好 這個都是免費的 好 那我把畫面給您 你可以先試看看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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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